我就一次喔 我打了飛縮雷射 然后我又打了 漏毒感菌在我的额头 你有这么松吗 就是觉得要再让它再紧一点 然后因为我一次打两种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那个额头啊 就是量打太多 所以就像严谨讲的 就是我完全没有表情 我整个状态都是 那会有飞扬的 有 就是像这个照片 其实那是打完之后 你看我的眼睛 真的有点不自然 对 超飞 我眼睛真的加大了 可是这样不自然就不好看了 对 就不自然 而且重点是 这个很压抑眼睛 对 压抑 对 很压抑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以为我就是吸毒啊 或什么吸毒 对 我整个就是很金 就是那个眼睛往上 都呈现惊恐传 对 而且我做任何表情都是这样喔 就是眼睛往上 永远是一号表情 对 然后 你再来能拍保养品 其实我觉得保养品这样拍起来 其实还满漂亮的 因为就像假娃娃一样 但是 但是那个 后来要接一部戏的时候 然后那部戏要刚开始 就是去像去年谈好 然后今年要开拍 开拍前啊 导演要接所有的演员 再见一次 还有制作人都要见我们 然后都已经确定好那个角色 是三个女主角其中之一 然后啊 我就很兴奋下去 就是去聊个天嘛 对 结果他们看到我的脸之后 就 整个 就觉得不好意思 就觉得这个角色 你可能不适合啊 谢谢再联络 然后我就很难过 因为已经谈成了 已经准备要开拍了 就因为那上市这个机会之后 没错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以后再打任何东西 我要更了解我自己的 是 那请问一下翠芬 因为肉毒感菌去消除皱纹 已经很普遍了 对 一般人反而是忽略了它的危机 那其实如果不小心的话 还是会有危机的 对啊 因为肉毒感菌 现在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了 大家就觉得说 而且大家都觉得它太神了 一打马上皱纹不见 真的 所以很多 像之前就有一个熟 其实很多人很多妈妈 她们会在什么同学会之前 她想说之前赶快去打一下 马上变年轻马上 可是之前就有一个熟 一个年轻的那个新娘 她在结婚前三天 她想说 哇 我要赶快去变 让她自己整个皱纹啊 这样变得焕然一新 对 结果打完之后很惨 不只表情僵硬 而且眼睛变得一大一小 结婚的时候 对啊 所以她很惨 她就说她结婚当天多么惨 她怎么样化妆再怎么贴 都没办法 她眼睛就是一大一小 对 她就是她最美的一天毁了 对 人生最美的这一天 对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那个像肉毒这种东西 它其实有一个复原期 对不对 对 它其实要一段时间 对 才能变得表情比较自然 对 所以你不可能就是 你绝对不能在什么前三天 前一个礼拜 去做 然后就马上要去见人 对 那一定是完全是不符合自然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 因为我都前一个礼拜打的 对 现在是一个礼拜 对 至少应该要间隔到一个月之后 可能表情才会慢慢地恢复到正常 可是还有一点 我觉得说 你去打的时候 你要找你熟悉的医生 因为每个人 医生他会照标准剂量去算 什么你要打多少 可是每个人表情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是 右边点点比较活药 有些人可能左边 所以你打的那个 你要认识的医生 知道说你表情怎么帮你调 不然他如果用标准剂量 帮你调的话 一打下去就完了 因为你整个脸 你像扑克脸 对 所以还是要 素前之前要沟通评估 那学校陈医师怎么会打来以后 变成大小眼 嗯 会啊 当然啦 因为当你在打的过程中的话 如果你打的位置不对的话 当然会有 陈医师的脸蛮崩的耶 哈哈哈哈 我有纹路啊 可以逗啊 陈医师他会很天然耶 对 对 是啦 那个位置如果打不对的话 它其实就会有出现所谓的压眉的问题 对 那肉毒杆菌它其实不是打肉毒杆菌 它是肉毒杆菌的毒素 我们不可能把肉毒杆菌这个菌打到你身体里面去 那太危险了 对 所以它毕竟它是一个毒素 那这个毒素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肌肉不要动 那你肌肉不动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所谓刚才所说的动态纹 那因为不会有动态纹产生过久的话 就不会产生未来的静态纹 肉毒杆菌它 我们产生那个粉啊 它就是肉毒的毒素粉 对 那其实它完全看起来就是一个空瓶 你必须要照标准的吸释法去吸释 对 那吸释完之后我们会去打 那为什么做这个吸释动作有一个标准吸释法呢 对 那是因为有一个扩散原理 嗯 今天我吸释的百分之多少 我打进去它扩散的范围是一定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打大概是这么宽的地方 嗯 如果我打在这个地方它扩散这样子 它就会影响到我的眉毛 对 眉毛 要打高一点 对 就掉眉了 但是如果呢 我的吸释程度是比这个还要再多 它变成吸释这样子 是 那扩散范围可以到这里 对 那我打 随时随地就会压到我的眉毛 所以要更高 哦 要打更 那再更高 那我一开始打太低了 是 那好好好我打中间而已 就是一 你打的位置 对 二 吸释程度到什么程度 对 如果吸释程度越多 它扩散的范围越大 扩散的范围越大 影响的范围会越广 是 所以陈医师我们一直以为说有那种惊讶脸像小CALL之前这样子的话 是因为打太多其实不是因为打太多 打的位置 肉毒感菌我们打完之后它会让你的肌肉不去动 对 但是它让你肌肉不动不是今天打完马上就不动 对 它会产生效果是在一个礼拜后 是才会慢慢的出现 就像我现在这样 对 一个礼拜后它才会出现这部分的一个情形 但是它就是说今天我让你的多少肌肉不动 如果让你所有的肌肉都不动 也就是我打的范围也就是量比较多 范围越多的话你的表情全部都会不见 但是如果我只打选择几条肌肉把你打掉 其他的肌肉我还是可以保持让你动 那你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表情 眼情就不会那么的崩 陈医师你现在告诉我说其实演员也可以打 演员可以打但是看怎么打 要打出来就是让你的纹路不见 但却还可以让你做表情 那我可不可以法令文看怎么打 我也比较浅 法令文是一种可以教的 但是我很怕就到时候没有表情 其实要特别注意的肉毒感菌 有三个原则是不宜打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下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内有重要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打 哦 时间太短 因为那个时间太短 刚刚那个邱文讲的 刚刚邱文讲的 脸都不自然 第二个你在表情特别多的地方 像法令文的位置 你最好不要以肉毒感菌 因为法令文就是没有胶原 没有脂肪 所以你用打的话 我们这下脸部的话就是一定要填充 你填充的团面 我打过玻尿酸 我就是在我那个法令文打过玻尿酸 超痛的 然后第三个原则 就是在眼睛太接近的地方 1.5公分以内不要打 1.5公分以内绝对不要打 不管你剂量多或少 1.5公分 因为我们的皮肤保的 尤其女孩子的皮肤保的人 一定有流动的风险 所以有风险的时候 绝对不要打 这三个原则 那刚刚针对杨院长的部分 其实思荣要补充的 对 就是每次我打完之后 我整形医师都会一再耳提面面 4个小时内绝对不能平躺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说你打完之后 你因为不能平躺不能睡觉 你就他就每次都交代我说 那你就去钱贵 是 去唱歌 不是 他说为什么要唱歌 他说就是尽量这样挤枚弄你 尽量 他有吃口香糖 对对吃口香糖 就是好像让那个肉毒 进去找到那个动态的那个肌肉 是是 所以请问一下陈医师 是喔 刚刚杨院长说有风险 也就代表说 肉毒感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 除了你刚刚讲的部位啦 剂量以外 对 肉毒感菌它其实是一种蛋白质 它是一个毒素的蛋白质 所以有些人会对这个东西会过敏 所以你会过敏的话 就千万不要打 它是个蛋白质 有人会过敏啊 会 最近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会过敏 就是整个打完之后 整个它的下巴的地方 全部出现过敏的情况 对 所以你如果会对这个东西过敏的人千万不能打 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当然你肌肤上面的那个肌肉 表情肌太薄的人 也尽量不要打 因为效果也看不大出来 是 因为它这主要目的是让你肌肉不要动 那你肌肉就已经那么小了 它动起来你都没有感觉到 你再去打它 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的效果出现 是是 那要打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毕竟它是毒 它还是毒 对 它并不是一个 所以它是拿来可以做了很多不同的医疗上面的治疗 也可以拿来做我们的肌肉上面的一个微调 但是呢 不要去遣到那种便宜货啊 或者是你要去跟它杀价 那一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你拿的 绝对有可能 那医生这样讲一下 到底多少钱算是合理的价格呢 那其实我们在打的话 在打一个部位来讲的话 它们都是以部位 现在都是以部位部位来讲 有些是会以U数的来去跟你讲 260 通常一个部位大概是几千块嘛 对 5千块到8千块 看部位大小 可是有一些坊间 也会出现说打一针 它要给你打这个地方一针500块的那种 超低价的 那你就要去怀疑它 超夯买些拉皮 可能害你毁容 之前就有一个女业务员 然后她就是想说去打那种可以拉的 打进去一针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整个脸拉起来的那一种 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打进去的那种线 其实都是没有经过卫生署和课的 那这个业务员很惨 她就是打了之后 怎么 对